港島有不少地方臨立香港舊式建築 而西螢盤更加是一個中西文化匯瑞的地方 西邊街就以長命赤文明 這個充滿特色的小區 最近就有一個全新盤推出 是萬科和長紅發展旗下的15 Western Street 15 Western Street屬於單栋項目 涉及104火 面積最小屬於213平方尺的開放式戶 至1,127平方尺的三房特色單位 預計關鍵日期是2021年9月30日 始終市區供應土地比較少 尤其是港島區 主要來講 發展商只能夠從收購舊樓 去沉迷他們的土地再建新樓 這一區近甚多發展商 很多知名的發展商 很積極參與這一區的收購 其實有事件很為例 他們的價錢都給到24.4元一呎 去收購舊樓 所以足以可以反映到 各方面對這一區的樓價的信心 和承接力是有一定的信心 由於這一區 最接近中環核心商業區 所以往往吸引了很多金融財進 和專業人士去定居 強勁的租務需求之下 往往這邊的租金 都可以做到80元至125元不等 西營盤另一個最大的優勢就是校網 我們這個校網是全港十屈一指的了 所謂贏在起跑線 其實很多父母都會為子女作打算 所以這一區 往往吸引到很多父母 去為他們的子女 去沉迷他們理想的學校 區內知名學府臨立 項目鄰近香港大學 英皇書院以及聖保羅書院 書香氣息陽日 校網方面 小學屬於十一校網 中學屬於中西區 項目擁有方便的交通網絡 由項目步行至西營盤站 只需要約2至3分鐘 前往港九新界都非常方便 另外西邊加以及皇后大道西一界設有多條巴士線 前往深水埗、彩虹、銅鑼灣 以及海宜半島等地 居民亦都可以乘搭電車 穿梭港島各處 項目自設私人匯所 總面積2757平方尺 當中包括983平方尺有蓋範圍 以及1774平方尺公用花園或遊樂地方 有閒配套方面 區內遍佈民生小店 食市、超級市場以及便利店都一應俱全 想親自下廚的話 項目距離西營盤街市只是數分鐘的步驟 附近亦都設有不少酒吧 是假日的消閒好去處 區內的中山紀念公園有一塊綠柔柔的草地 更加可以望到海景 假日可以來這裡散步或野餐 感受海風吹節 中山紀念公園亦都設有兒童遊樂場 游泳池以及體育館 體育館提供籃球場 羽毛球場以及健身室等 住戶可以在這裡鍛鍊身體 游泳身心 再和大家看看項目的示範單位 我先用它開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